来自马来西亚萨拉越独立中学校长 董事长和台湾高等教育考察团一行人 16日参访了大一大学 期待能够深化两例之间的教育合作 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机会 我们突破这种的教育 为我们能够增强 我们马来西亚在华文这方面的成长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在台湾有很多的师资培训 那么还有比较新的科系 因为早期我们所学习的都是团统科系 现在改变了 那么前两天我们就见了很多有关AI的 古迹的 所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操访的主要目的 大一大学校长方文昌代表大一大学 欢迎马来西亚的教育工作者莉玲 并感谢他们多年来培育优秀人才方面的努力 马来西亚有多元的文化跟功夫的教育资源 那我希望这一次 我们也希望能从来的各位贵宾中 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也非常的感佩各位 有这个机会来做学习交流 我相信我们的收获一定很大 那也预祝各位这次的参访一切顺利 我们在硬体方面的一个投资设备 绝对不输其他的大局 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很重视学生他能够在这边 真的能够有硬体设备的一个实物的操作 将来他就业的时候 他有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实物的基础 将来就业他能够找到好工作 他能够让业主能够来重用他 这次交流对拓展国际合作关系 促进文化和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期盼未来双方可以有更紧密的合作 大远赞不赞?赞!